我们现在要来介绍这个 3060 的记事本 这个功能 TQC 306 上面这个字样 要先改成记事本 所以在 Screen1 里面的属性 Title 要改成记事本 好,所以各位太阳的左上角就变记事本了 然后接下来呢,要有一个 Nextbox 所以呢,我们把一个 Testbox 拉进来 然后这个 Testbox 我把字笼大一点 然后另外呢,宽度 Feel parent 填充到跟父亲一样宽 然后提示文字不要 提示文字拿掉了 不然它这边就是 Hint Hint for Testbox 1 这怪怪的 然后第二个呢,接下来 要有四个按钮 所以呢,四个按钮要横向的并排 所以我们必须要在 Layout 里面 把水平排列的拉进来 然后宽度填满 接下来放四个按钮 好,但是 你如果放了三个按钮 你就会发觉,哇,到底放不下 因为这个 英文的这个字拉得太长了 第四个按钮放不下 没关系,那我们就先改一下字 好不好 第一个字,当然我把它设大一点 然后呢,文字叫做西针 然后第二个 然后第二个 字也大一点 然后叫 那 它叫更新 那第三个 叫删除 然后我再拉第四个过来 这叫做 清空 好,但是呢 你会觉得 哇,这个按钮怎么偏一边 四个 四个这样子弄的 它都偏左边 所以你希望如果能够 均分 这个整个的 手机的宽度 那你就把这四个 都是宽度设为 第二排列 那它就会 因为四个 好像四个小孩都抢了 我要跟爸爸妈妈一样宽 那就只好公平期间 四个就一样宽 可以吗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四个都一样宽 然后呢 底下这边 放的是一个List of View 所以你把List of View拉进来 放在这里就好 好,那当然呢 哎,是不是这一块黑黑的 你可以把它 高度 填满 高度的部分 填满 好,所以 高 填满 所以 第二排列 OK 那这样子就可以占满满的 当然呢 我也可以把这个List of View 这个 它的文字 预设这边 Text Size 是22 哎,22还不错 蛮大的啦 所以就不用改它了 然后另外呢 还要放上什么 放上 Tinidb 微型的资料库 在哪里呢 这边有一个叫Storage 储存 Storage 里面 就有个叫做Tinidb 请动把Tinidb拉进手机当中 但是它会塞在底下 因为它是不可视元件 好,Tinidb 同时呢 我们还要在 User Interface 里面 还有一个Notifier元件 Notifier元件 好,这是提示的讯息的 也把它拉进来 它也会在底下 OK 好,所以大致的画面 我们都做好了 那现在唯一 我们再来改一下 什么东西 我们到处要写程式 所以这几个东西 我们都要控制好 就是我们就把它的名字 改一下 第一个textbox 好 那这时候 假设我就 那个 textbox 我把它remain成 因为它要输入资料 那就去叫textboxdata 好了 好 那第一个按钮 button1 其实是做新增 所以 我就button 然后 底线insert 好不好 然后第二个 更新 好 更新 我就许名叫button 然后 modify modify 好不好 修改 然后第三个叫删除 我就把按钮 更新为 那就取名为button delete OK 然后 第四个 晴空 那我就把名字取名为 等一下 通过了 remain 成 button 底线 clear 然后另外底下的 list view 是要呈现一项一项的资料 那list view 然后我就把它呈现叫list view 然后底线show 好不好 好吧 当然这个名字都可以根据各位喜好 那只要 那个 改了之后就可以记住就好了 那 Tinitb 好 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它修改好 Tinitb 假设Tinitb 这个地方 好 我们要储存起来 然后store 好吧 store ok 然后notify 第一次讯息 就是说 假设没有资料 可是你却要新增资料 或者是 要更新删除的时候 一定要选一个资料才会更新删除 这个 这个 我会取名叫notify alert alert 好 到这 我们的 TQC306 这一集的画面 我们就做得差不多了 好 做得差不多了 只是 等一下会跟各位讲 这个 就是 这一集当中 我们还没介绍到的功能 等一下我们边介绍这个例子 边介绍这个功能 但是其他部分就是有关于list的应用 所以 会跟各位讲list的东西 好不好 所以先请各位 把这 所有的画面 都先 都好 都先都好 TQC306 各位可以看一下 相关的 就是 屏幕介绍 好 先请各位制作一下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